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徐遇到来,我是老徐 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说说俄罗斯的军演 应该说这条新闻有点意思啊 这个因为也是好久没有看到这个俄罗斯有这么大规模的军演 是两天前呢是俄罗斯呢是派出他的这个太平洋舰队啊 是大批量的出动了多达20艘的这个各种型号的这个军舰啊 包括有巡洋舰,护卫舰,驱逐舰 包括有潜艇,有各种规模的潜艇 以及啊空中也出动了多达20多架的这个军机啊 是远征这个4000公里 从他的这个海深威嘛 大家知道这是俄罗斯这个唯一找到的一个可以出海的一个地方啊 他的国土面积如此之大 唯一不完美的地方就是没有出海口 所以为什么普京要拿他的这个克里米亚 这个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 咱们说回来 然后从这个海深威出去啊远征4000公里啊 开到这个哈娃伊啊 开到这个夏威夷呢 是在他不太出现的这个太平洋的这个区域啊 进行这种超大规模的这个军演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俄罗斯出动了哪些地方啊 出动了他的哪些这个装备啊 应该说呢这次他出动了这个装备的话呢 你不用是一个武器迷 但是你只要听到他的这个装备的名字呢 你就应该知道他大概是个什么水平啊 比如说他出动了这个 有他这个叫做瓦良格号的这个巡洋舰啊 巡洋舰说句实话 现在已经已经不太听得到了 因为这种这种作战的这个舰呢 已经感觉完全被那种进攻性的那种驱逐舰所取代啊 你要看那个排水量的吨位的话呢 其实航母完全是碾压你的巡洋舰啊 那么我们大家知道俄罗斯呢就是他的海军啊 他走的是潜艇派 他没有走那个航母派 走的是潜艇派 然后这个俄罗斯大力发展的呢 全是他的这个潜艇 比如说你看他这次在水面上的呢 是有这个瓦良格号的这个巡洋舰啊 包括这个沙波什尼科夫元帅驱逐舰 你不用知道那个武器是有有多先进 你一听瓦良格号你就知道 那个起码是三十年前的东西了 那种设计啊什么的 都是比较老了 因为我们第一艘航母这个辽宁舰嘛 当时就是就是叫瓦良格号 挺老的 但是还是就着刚才这个话说啊 俄罗斯整个他走的是潜艇派 潜艇啊 大家知道其实非常的厉害啊 就比如说你是一个 咱们这么说吧 比如说你是一个十万二十万的这个小国家 一艘核潜艇直接灭国 就这么厉害 而且你根本打不着他 他是在下面发射这个核武器的 直接就结束了 他这次一共出动了有这个 九五五 九五五呢是号称是这个北风之神的这个战略核潜艇啊 北风之神还是那句话 大家不用懂武器啊 但是你只要一听到俄罗斯的这个武器里面有北风两个字 顶级 一般来说就是顶级 因为你想啊 他一个纬度那么高的一个 韩代的一个国家 他他叫北风 他一定是最高级的 这个国家如果叫热带雨林级 那完了 那这个武器肯定不行 对吧 北风之神战略核潜艇 然后有这个九九四九奥斯卡级的这个 呃能够发射这个核战术飞弹啊 就是核潜艇 这个是五艘 还有包括这个台 就普通的这个台电驱动的这个潜艇 八艘常规潜艇七艘 整个的你看啊 他整个的应该是一个双通道啊 他在海面上开的啊 是他的这个巡洋舰 驱逐舰 但是在下面走的啊 其实是他的真正的主力 是他大量的这个潜水艇 俄罗斯他他是走的是潜艇派啊 没有走那个航母派 为什么呢 因为航母贵啊 你要养一个航母舰队 那可不是光是一艘航母 光是一艘航母 那这个钱就是花老了 非常非常贵啊 航母可不是 但是你看这个世界上有航母的国家也没几个啊 非常非常的少啊 那么俄罗斯这是整个的这个这么多的这个大批量的这个包括他出动的这个飞机也好 这个舰艇也好 非常非常多 而且全是啊 可以说是他的这个最好的一些家底啊都拿出来了 比如说我们看他出的有这个图142 图142就是那个大翅膀的那个轰炸的啊 然后有这个米格31 米格米格31就很厉害了 可以说是目前几乎可以说是最快的飞机之一吧 高超音速的飞机啊 最快速速三马赫 这个就很厉害了 这个飞机你要 差的一代 据说好像是他自己的话说好像是五代机啊六代机吧 我们来说好像是四代机 就给他的这个分类大家有点不一样啊 但是米格31代表了俄罗斯目前是应该说是一个他的这个算是开了一个战斗机的一个这个品种的先河吧 他叫捷机机啊 捷机机而且是可以远程这个巡航 他这次这个整个的军演啊不单是战斗机 而且是加油机是一起出来的啊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战斗机啊 如果你不加油的话 他一般就油箱啊 就是两个小时多一点就没了 所以加油机整个就一路跟着啊 应该说是非常庞大的这个部队啊 是故意的在太平洋啊 是跟美国来来了一把这个非常真实的这个战术模拟的军演 而这个美国太平洋舰队一看啊 真的是被他弄弄的是紧张的不行啊 美国也是精锐进出啊 因为当时美国的这个卡尔文森号航母啊 也是正好在这个夏威夷的这个这个附近啊 那从这个他看到这个卫星上 因为你想啊 你这么老远长驱直路四千公里 那美国的这个这个卫星什么的早就发现你了 所以还没有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大部队啊 开过来的时候美国的这个F22就就已经升起来了啊 就已经升起来了 就在这个空中盘旋等着这个米格31 因为他米格31起来 你必须F22要起来了啊 这个是一个可以打一打的 那么包括说这卡尔文森号航母啊 这个驱逐舰啊 整个的这个航母舰队也开出来 就停在这个300公里的地方啊 离他这个海岸线300公里的地方 意思就是说呢 你呢 就是在你在这个500公里的地方啊 你差不多就可以了 不要再往前走 再往前走的话呢 这个可能就是要有实际的这种警告性质的 这个实际的军事上的这种威胁的这种行动吧 那么像俄罗斯这种这个最近几年啊 很少是在太平洋地区啊 这么大规模的出动这个 几乎可以说是他们他们家的这个好东西啊 精锐进出 这种大规模的这个军演啊 应该说很少见啊 而且尤其啊 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点 腐败会刚结束对吧 刚结束其实也就几天的时间 俄罗斯一下子啊 这个就就就出现这么大规模的这个军演 应该说这个信息啊 传递的也是非常的微妙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著名的这个智库啊 就是他兰德公司啊 最近出了一份报告 叫做这个中国寻求主宰全球 这个报告的话呢 其实里面讲了很多的这个有关于中国 由于中国崛起 这个给整个的世界的局势啊 当然他主要是从这个军事的角度切入啊 因为我们知道兰德公司 他里面的这个人也不是泛泛之辈啊 基本上都是从前政府官员 前这个军事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这个管理人员 这个退休以后啊 然后加入这个兰德公司啊 他其实也算是一个半官方的这么的一个智库的报告 这个报告其实对于美国的这个战略的参考价值是很大的啊 他给这个中美关系首先定一个调 他说中国呢会在2035年完成他的这个 呃 所谓所谓统一战争吧 这个指的当然就是台湾嘛 然后呢他里面说到了几点 他说中国在这个亚太地区呢 军事国际秩序都取得了这个领导的这个位置啊 随着中国的经济慢慢的起来 但是呢中国呢 他不排除啊 就是中国跟美国之间会有这种局部的这个军事的摩擦冲突 虽然中国并不主动会去寻求这种跟美国之间的这个摩擦和冲突啊 但是有可能啊 但是有可能 然后呢 这里面尤其提到一句话 他说中国的这个军队啊 为中国的外交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就是这句话啊 可以说引起了我的这个兴趣啊 因为你从现实来看啊 确实就这句话 就咱们这个毛主席以前说的啊 就是书生造反 这个一百年不成嘛 对吧 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你看以前没有航母的时候 客观上解决不了台湾问题的时候 那你就是谈不上什么外交啊 你你你就是说了跟没说一样 对吧 他美国人也不也不会真正的理你 爱爱说什么说什么 但是从现在开始啊 尤其我们这个习主席这个上任以后啊 整个的是强军建国 我们看到现在在说这个话 他和之前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具备了物理上解决台湾问题的能力 而且我们现在想要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想要的是那种兵不屑任的 为 是为为统 哪怕你美国派了这个这个日本日本这个韩国 说是这个驻日驻航美军要来 我也航母拦在这儿你过不去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算你把航母舰队开到这个台海开到南海 我直接过去 我直接过去 你是不是真的要跟我动手 包括这个 这个这个斯卡莫瑞森如果如果如果他要把他的船也开过来的话 我们也做好准备啊 同时如果能够同时面对这个三方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对中国的这个打压 中国具备这个能力的话 那就是我们武统肯定是板上钉钉啊 我们其实想要的是一种兵不屑任的这个围把整个这个台湾给他围起来 同意 当然这是我的感觉啊 咱们说回来 那么应该说呢 这个俄罗斯在这个普拜会啊结束没有还不到一周的时间吧 就已经开始这个突然之间来了一个这么大规模的这个军演 应该说整个的这个意义啊 耐人寻味 因为大家其实看啊整个的这个普拜会啊 你从普京的这个表情 其实你看得出来啊 俄罗斯其实他并不想跟美国碰 在这个时间啊 说句实话大家碰了跟不碰一样 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啊 在日内瓦嘛 对吗 欧洲 日内瓦 瑞士 基本上是离俄罗斯更近 感觉就他们家门口没多远嘛 但你看比如说你看之前这个中美双方的这个外长 我们是在哪里 我们是在这个安克雷奇啊 那还是在你美国境内的啊 其实我们是很给你面子啊 但是从我们近期的这个这个中美双方的这个意图来说 我们是不主动挑起这个争端的一方啊 但是俄罗斯不一样 俄罗斯完全不管你那么多啊 他其实表现出的就是说 我我本身没什么想碰啊 但是你既然说要碰那就碰一下吧 反正就让大家看到是我坐在这儿 跟你美国说的世界上那么多的事情啊 所以整个的这个俄罗斯强 呃这个呈现出来的呢 是他外交上的这种还是那种世界大国的那种强势的那种地位 这个是俄罗斯要表现的 那么你光说不行啊 对吧 你光说肯定是不行 因为我们知道接着马上就要发生的就是美国要在这个乌克兰的这个跟俄罗斯的边境的地方布置很多的这个 布置很多的这个中程导弹啊 用来这个制约俄罗斯的军事 那普京首先也要表示一下这个他的这个肌肉嘛 你一直说我这个太平洋这个 这个不是我俄罗斯的这个活动的地方 所以他这一次的话呢 水面上海面上啊 开了这个二十多艘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舰艇 空中的飞了二十多艘飞机 而且是精锐进出 全是他最好的装备 他其实想传达的这个意思很清楚 就是我在这个地方 我还是有我自己的影响力 他这个信息不单是传递给 呃这个拜登 也是同时传递给中国的 因为大家知道啊 中国的这个 军事啊 其实这个崛起啊 他对俄罗斯来说一定是有刺激的 你回看历史 中国跟苏联 有和有分 对吧 一直到这个中苏 后来彻底闹翻了 整个的就是不往来了 一开始 从这个他给我们这个150个大项目的援助啊 到最后就是不往来了 一直到美苏冷战结束以后 戈尔巴乔夫采访的华嘛 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回复嘛 一直到现在的普京 所以你说他其实从情感角度来来说也好 从他国家自身利益来说也好 他想不想跟中国真是就是哥俩好 像结盟一样的 我觉得俄罗斯从情感上来说他也不想 而且尤其看着现在中国啊 这个一天一天起来啊 这个装备啊 咱们正是开玩笑说就像下饺子一样啊 对吧 055两艘一块的 这个对人家刺激太大了 你知道俄罗斯就开过来的瓦良格号也好 包括他其他的这个驱逐舰也好 最大的一艘的吨位4000多吨 4000多吨的排水量啊 这个在军事的武器上来说啊 属于很苗条啊 咱们不要说我们的这个航母啊 一般的航母动辄就是十万吨的这种排水量 对吗 不要说航母了 我们现在海警的执法船啊 他那个型号看一下 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海警的执法船 12000吨 那个型号啊 看一下啊 对海警2901 海警2901 执法船排水量一万两千吨 你想他一个瓦良格号4000吨 所以所以你说这个对他是不是一个刺激 虽然说你说我是走的是 这个我我我走的不是航母 我走的是潜艇派对吧 但大家要知道啊 你在这个你在任何的这个作战上面 不管你在海上你在空中你在这个陆地上 一战也好二战也好告诉你一个道理 你要战争胜利 你要的什么 就制空权 制空权是最重要的 潜艇你是厉害 但你也不是万能的 我通过这个反潜 我通过什么方式 我还是可以把你找出来啊 我还是可以把你攻击掉 也不是万能的 你潜艇是多啊 但是问题是我 我也有制约你的办法 都是这样的 军事上其实都是这样的 没有一个武器是什么缺点都没有 都有自己的软肋 那你说我 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没有制空权 他不像航母啊 整个一个舰队拉出来 他有飞机有护卫舰有驱途舰 哎呀 这整个的这个 你看着看着你就放心 对吧 你看我们一个航母出来 两两个零五五 一个零七五 再加上其他的一些 这个护卫补给舰 整个的这个安全感就出来了 对吧 你而且你有大量的这个舰载机 所以你的制空权是巨大的 但是问题是俄罗斯啊 他为什么不走这个航母 这条路线呢 因为太贵了 所以就是有一句话说的就是俄罗斯 就是梦想 很美好 现实呢 也不是说骨感不骨感 现实就是很贵 所以他只能够走的是潜艇的路线 而且你看他这次开过来的这种 就是已经是他他家里面最好的东西 但说句实话 真的 真的就是不要说美国人吧 就就哪怕就是就就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吧 我都觉得有点不够看啊 真的是空有其表啊 当然整个的这个军演 从最后的结果来说 美国人他自己宣布了很多东西 对吧 他说他的这个F-22起飞以后 把对方的战斗机什么驱递到什么什么 本来就是在公海啊 对吧 他也没有飞到你的这个 这个300公里的这个地方 这个300公里线以内的这个领空领空领海的这个区域啊 他就是在公海上面嘛 所以你要怎么说其实都可以啊 但是俄罗斯的目的达到了 他其实就是传递了一个信息 我在这个区域有我的位置 有我的实力 当你中国跟美国在进行博弈 进行在这个这个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比拼的时候 不要忘记啊 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叫俄罗斯 不要你们两个什么事情都说好了 这个两个人好像一分天下 这个给你那个给他啊 这个这个从俄罗斯来讲 他是肯定是不会这样 让这个事情这样去演变的啊 应该说像这个中国美国 包括俄罗斯啊 虽然我们不愿意承认啊 整个的现在的这个世界 就已经进入一个三 三国演义的一个时代了啊 应该说这个三个国家之间的这个关系啊 会相当的这个复杂 相当的复杂 暂时看起来呢 是美国同时要对付两个敌人 但是也不要觉得俄罗斯就是我们永远的朋友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没有永远的敌人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对吧 所以说呢 就是像这种三个国家已经在现实世界里面 其实已经有一点这种三国演义啊 但是我相信啊 真正破局的会是中国 因为现在真正有实力 把自己国家的这个综合实力进一步提高的就是中国 你只有跟紧中国 你才能跟着中国一起向前进 而美国呢 随着这个他的这个日益的这个衰老啊 他的这个霸主地位会慢慢下来的 会慢慢下来的 但是不得不说啊 美国现在家里面的东西还是最厉害 还是最多的啊 你看俄罗斯派了那么多东西过来 他这个卡尔文森号航母的舰队一出 F22一飞 还有F35呢 其实真的要动起来啊 他未必吃亏啊 未必吃亏 虽然说俄罗斯的核潜艇很厉害 北风之神 这个这个可不是一般的核 这是战略核潜艇啊 这个发射的这个全是核武器啊 不一样 很厉害啊 很厉害 好吧 反正关于这个俄罗斯的这条信息的话呢 稍微和大家来聊一聊啊 当然你说你说老美其实也很会找理由啊 这个比如说他找了很多这种 他说像中国现在这种军事上的这种进步啊 远程导弹 包括这个新型的战机啊 航母啊 包括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呃 太空作战吧 甚至连太空他都想到了 他其实在那个兰德公司出的那个就是中国 中国寻求主宰全球那个报告啊 他里面有具体的介绍啊 这个报告我还没有具体的去研究去看啊 等我这个有机会我把这个报告啊 大致的我浏览一下以后呢 再和大家来做这个过多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分享 这期节目呢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啊 还是欢迎大家订阅收看我的频道 并在下方呢给我回复留言 好 谢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看